逛这串三户柱子 这爹当年就画了三户两影子 这是当初百官刑术事件中 四爷让年庚瑶从任伯安那里 拿到了关于百官刑术的当票 只不过任伯安老奸巨华 在计当的时候 给当铺老板做过一个约定 必须由本人取当 不然谁来也拿不走东西 于是四爷在巫司道的建议下 让李卫走了一步险棋 四爷从家中 找出了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 假装让李卫当成那种败家的公子哥 来到存放百官刑术的万勇当铺祭档 然后四爷那边再让老十三 以东西丢失的名义 顺理成章的来到万勇当铺寻找 到时候 百官刑术也会落到四爷的手中 面对着当铺掌握的疯狂砍价 李卫也曾明确地表示过 这些东西的价值 光这一串巢猪就价值三万白银 还不算其他的锦帽雕球 仅银珠宝 当铺老板也十分认可李卫的话 话不是这样说 这一来呢 早年的行事和眼下不同了 二来呢 您这是忌荡 又不是卖祖产不是 但最终 只是给了他五万两白银 作为收两项东西的银子 而除了这一次之外 四爷对于手下人的出手 也是十分大方 就像是当初 四爷派李卫来到年刚摇热离 当成监视老年的密探 在李卫离开王府之前 四附近就以四爷的名义 给了李卫和翠儿两金两银子 作为到四春成婚和安家的费用 又比如是四爷在送死鹰事件过后 自敢夺底无望 也是拿出了许多的金银珠宝 当成了乌司道 辅佐他多年的回报 按照四爷的说法 这些东西足可以让老乌 下辈子一神无忧 其实这里也抛出了另一个问题 四爷随便拿出一串巢猪 就值三万白银 那么他的王爷生活到底有多富贵呢 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 俗话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小剧得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四爷印针的具体收入来源 在小剧看来 四爷的收入来源 无非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四爷的俸禄银子 要知道在清朝 皇子都是按照等级拿银子 从等级最高的亲王 再到等级最低的富安将军 一共将其分为了十二个等级 这里我们只说说 四爷印针这种情况 当初四爷印针临危受命 跟老师三来到江南 筹措赈灾银粮 最终从江南的盐商手中 弄来了二百万两白银 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事情 让大清避免了一次危机 康熙得知后 也是十分的高兴 等到四爷回到京城 就被康熙进封为了雍郡王 要知道按照清朝的规定 郡王一年的俸禄银子有五千两 外带鹿米五千胡 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曾说过 胡十斗也 在唐朝之前 胡就是民间对淡的俗称 一胡就等同于一旦 而一旦则等于十斗 也就是一百二十斤 而到了宋朝开始 改为一胡为五斗 这样一旦就变成了两胡 关于这一点 明朝张自列正自通也有记载 胡 金至五斗约胡 十斗约旦 要知道一斗米的重量 大约是六点二五公斤 那么一胡米的重量 大概有五斗 也就是三十一点二五公斤 也就是六十二点五斤 五千胡 也就是三百一十二万五千斤 按照当时粮价 以及银子的购买力来看 一个郡王的俸禄银子 若是拿到现如今 一年差不多 也得有个四五百万 而当热和事件发生之后 康熙也担心太子殷仍 真的做出反叛之事 危急之时 康熙一连将大阿哥印提 三阿哥印纸 四阿哥印针 八阿哥印四 四人 直接进封为了亲王 其实就是为了对付太子 这样一来 四爷印针的待遇 有每年的白银五千两 鹿米五千胡 直接翻了个倍 变成了白银一万两 鹿米一万胡 这个收入 放到现在 差不多达到了千万级别 足以让他过上 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 更别提后面 康熙给四爷亲王双奉 收入又直接翻了一番 第二 就是庄园运营的收入 要知道当初 在追缴互不欠款的时候 面对着欠钱不还的老师印额 康熙曾质问他钱的去向 面对着印额的狡辩 康熙怒斥这个儿子 其实这里 康熙提到的庄园 就是他赏赐给这些儿子们的 若是好好的运营庄子 一年差不多 也有个数万两银子的收入 在小说 庸正皇帝中也曾提到 印针拥有庄园的事实 印针在敲打赤骂年更摇之后 开始给府中众人发年终奖 上等十二名 每人得一百六十两 中等一百五十五人 每人得一百两 下等四十三人 各得七十两 印针如此大手笔赏人 可见他并不缺钱 任何朝代的亲王贵胄 都不缺钱 不算他 使亲王封路的两万两白银 仅仅一处庄园上交的年利 就是两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两 庄园收入 也是四爷生活花费的 重要来源之一 至于第三个就是 康熙的赏赐 以及手下孝敬 要知道康熙最喜欢的两个孙子 一个就是太子印针的儿子红西 另一个就是四爷印针的儿子红利 所以对于印针 康熙也是爱无及乌 在以往的喜爱程度之上 再加一个更字 所以康熙也会经常赏赐给印针东西 有时候可能会是银子 有时候可能会是东西 当然除了康熙之外 手下人的孝敬也是免不了的 四爷虽然一开始是铁杆太子党 但是当太子印人二度被飞之后 印针决定自己争夺敌位 组建了以自己为首的四爷义党 身边聚集了不少的手下 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年更瑶来说 当初四福晋只是随口提了一句 自己想要什么什么东西 结果没过几天 年更瑶就让人快马 给四福晋这边送来了十几楼的养奶秘菊 以及比较珍惜的九枣 和一尊和田玉雕成的大佛 四爷虽然不喜欢宁根瑶的这种做法 但还是收下了 长此以往 这也是一笔十分庞大的数字 若是这样算下来 四爷一年差不多有近十万两银子的收入 虽然跟老爸他们相比还是差了很多 但足以让他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了 关于这一点 雍正王朝里也有着明确的体现 比如夏天的时候 四爷可以像老爸他们那样 在炎热的夏日吃上一口 清凉解暑的冰镇西瓜 出门不仅有佣人随行 香车宝马 黄色软轿 寒冬腊月 身上穿的也都是锦帽雕球 所以一串潮桌花费三万白银 对四爷印针来说 根本就是九龙一毛 当然了 无论生活质量怎么样 是真有钱还是真没钱 在生活中还是不要铺张浪费 像前几期小句给大家说的 宁甘尤那种奢侈浪费不可取 要时刻牢记 一周一饭来之不易 这样生活才能更美好 最后也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 如果把四爷的收入放到现在来说 他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评论区留言